赵又廷大婚已有段时间了 可圆圆的肚子却一直为给粉丝们带来惊喜 好友贾静雯前段时间发了张圆圆的小妇隆起的照片 一时间大家纷纷猜测女神有孕在身 虽然圆圆澄清这是吃太多了 但是粉丝们都不太相信 小虎今天恰巧见到了赵又廷 作为圆圆老公 你倒是和咱说道说道 你家媳妇肚子咋回事呢 有吗我觉得她拍出来 我觉得还蛮苗条的 所以努力做人的部分是 持续努力做 还在努力 不会为中国好丈夫呀 总是站在媳妇这边说话 也是啊 万一把女神惹生气了 这哄起来多麻烦啊 觉得就一直狂壁咚她嘛 反覆的壁咚 直到她笑出来为止 小库掐着一算啊 又廷你对这壁咚很有经验啊 看来没少壁咚别人哦 我觉得壁咚人的那个感觉 赵又廷大婚已有段时间了 可圆圆的肚子 却一直为给粉丝们带来惊喜 好友贾静雯前段时间发了张 圆圆的小妇隆起的照片 一时间大家纷纷猜测 女神又孕在身 虽然圆圆澄清 这是吃太多了 但是粉丝们都不太相信 小库今天恰巧见到了赵又廷 作为圆圆老公 你倒是和咱说道说道 你家媳妇肚子咋回事咧 有吗 我觉得她拍出来 我觉得还蛮苗条的 所以努力做人的部分是 持续努力做人 还在努力 不会为中国好丈夫呀 总是站在媳妇这边说话 也是啊 万一把女神惹生气了 这红起来多麻烦啊 觉得就一直狂壁咚她嘛 对 反覆的壁咚 直到她笑出来为止 小库掐指一算啊 又廷你对着壁咚很有经验啊 看来没少壁咚别人哦 我觉得壁咚人的那个感觉 我还蛮熟悉的 因为戏里戏外 应该大家都有尝试过 但我觉得还不错 被壁咚的感觉 我建议所有男性 有机会的话 都让你的另外一半 来壁咚你一下 好好体会一下那种新鲜的感受 确实不太习惯吧 所以说被壁咚的时候 还是会有一点小小的紧张 又不全一乐 男神被壁咚也会小紧张 台北报道